好,接下来,接下来咱们继续往下去看 那我们刚才呢,已经把后端的这样的部分呢,写完了 写完了之后的话,然后呢,接下来咱们再来去看一下 我们接下来再,如果说是正常一个开发流程的话,还要去做什么工作呢 咱们刚才已经是现在相当于是,呃,第一步应该是分析需求吧 分析需求 分析完了之后呢,然后呢,去编写代码 编写完代码之后的话,然后呢,我们就说了 这个代码当中,除了要去写什么东西呢 要去写你的这样的一个试图的代码之外 还要什么东西呢,有些工资还会要你去写单元测试的 单元测试我们那天给大家去说过呀 所以我们只讲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单元测试呢,咱们就不再去给大家去写这个东西了 那单元测试的话就是按照那天所写的方法呢,去写出对应的单元测试就可以了 然后呢,单写单元测试的时候呢,你要看你的公司的这样的代码会办了 有些公司呢,实际上他习惯性把什么东西呢,把所有的单元测试 比如说这里面有个API的这样的东西 他可能习惯性的所有的这样的单元测试呢 都放到一个目录里面,写了一个名字叫做test 然后呢,在这里面去存放单元测试的文件 然后呢,也有些的话,习惯性是什么东西呢 也有些习惯性的话,这里面你不是有试图函数吗 所以对应的有试图文件 你对应的可能每一个试图文件 比如说就有一个verify code 所以他就会有一个对应的testverify 然后呢,code 可能就会有这样一个对应的同名这样的文件 专门去写单元测试的 所以这是关键这样的点 你到底往哪个文件里面去写的话 就看你公司里面到底是怎么去约定的 他让你往哪里面去写 那写的方式的话,就跟我们再去讲 框架的最后一天去讲单元测试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单元测试也写完了之后的话 接下来还要去做什么呢 你就是在写单元测试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能够进行自测呀 对吧 反正就是说你要进行自测 自测的话 接下来再对应的就是要去写接口文档了 编写这个接口文档的话 那这个接口文档应该是怎么去写呢 什么是接口文档呢 就相当于我在后端当中 已经把这么一个业务逻辑写完了 写完之后 这个业务逻辑最终是要去由前端去访问的 所以那前端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访问我 我得把整个的过程给他描述清楚 所以就相当于如何描述这个东西呢 就叫做接口文档 那我们在这里面比如说给大家去做一个范例 那这个接口文档当中的话 在公司里面呢 有些是在网络办公 也相当于所有的接口文档呢 都是写在网页上面去保存的 也有些公司呢 是以word文档方式去保存的 无论到哪 但是这些文档当中的一些基本格式是比较类似的 所以咱们来看一下 那接口文档当中的这个格式是什么样的 这个接口文档 全英文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接口文档当中要包含几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部分呢 是接口的名字 接口的名字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对应的是哪个接口呢 专门就是来获取图片印证码的吧 所以呢 你要把这个东西放到这儿 就是获取图片印证码 或者叫做提供图片 验证 验证码 有这样的接口 然后呢那接下来 你把这个名 接口名字放到这儿 接口名字放到这儿之后呢 接下来再做的第二个工作 是说你要把关于这个接口的一个描述信息写在这儿 描述信息 描述信息 要去写 这个描述信息呢 越简单越好 越简也越好 说什么东西呢 要去描述清楚这个接口的功能 描述清 接口的功能 先放到这儿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在里面就去写了 咱们先把这个条目先都给放到这儿 有一个接口名字 还有第二步要是描述 然后呢第三步要去说明的就是 这个传入参数 然后呢第四步呢 就是说反回值 要分为这几个部分 每一个接口 都是按照这四部分来去做的 比如说咱们就拿刚才咱们的这个 这个接口来去写 那这个接口当中呢 对应的 它的接口文档 首先第一部分说明呢 它是用来去获取图片验证码的 所以呢 我给你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往下去写 这是一个接口 那功能描述 描述要描述什么东西呢 这相当于是说 前端访问 可以 获取到 验证码出片 这是关键的 然后呢提下来我们大家看一下 再就是去写传入参数了 那传入这个参数呢 通常的情况下 我们都会以表格的方式来进行呈现 这表格的方式来去呈现的时候呢 在写表格之前 要去先去说明 传入参数 这传入参数指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前端在访问我这个接口的时候 需不需要传的一些数据给我 我这个接口才能够往下做 这代表是传入参数 那再去写的时候呢 要去描述清楚传入参数的格式 或者叫做传入参数的类型 传入 是格式 这个格式的话 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你在前端往后端 发送数据的时候 是否可以发送那个查运送传 也可以发送请求底数据吧 如果请求底数据的话 那还可能是表单数据啊 接次数据啊 是差别格式 到底是哪一种 你需要在这里去说明 就相当于格式当中要描述清楚 如果是这个数据 数据 参数 是 是这样的查询字符串的呢 查询字符串 还是说请求体 请求体的表单 还是说JSON 还是说XML格式 是这些的哪些类型当中的一种 你在这里去描述清楚就可以了 要让别人去明确的知道 我要访问这接口 必须以什么样东西来去写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的东西 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接口当中是要传参数吧 只不过参数是放到路径当中的呀 所以格式呢就是路径参数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东西呢 那你把这个格式写完成之后 要去做说明了 通常情况下的话 这说明是以表格方式来写的 首先呢是名字 第二个类型 第三个字段 是否必传 也就是说是否必须 再有一个相当于说明 一般分为这样的四个图类 首先 咱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参数名字叫做 emage code呀 所以我给你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 然后呢对应的类型什么类型呢 最终这个编号呢 是这样的一个字符串类型 所以是字符串类型 然后呢紧接下来 是否必须 这是不是一定不必传呀 我就在这里去写一下 是 再去说明这是验证码图片的编号 然后呢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参数的话 有多少就放多少 放到这个地方 一直往后挪 相当于以表格方式来呈现 那这是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也说明完成之后 那再有的一个东西呢 什么东西呢就是返回值了 返回值的这一部分的话 那也是相同的 你得先去说明 你返回出来的那个数据的格式 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在咱们这里面 如果是正常情况下 返回的是图片吧 我写的这个接口 对呢如果是正常情况下 正常情况下是图片 然后呢异常情况下 返回的是什么图片 反正那是json吧 然后紧接下来 我们带来看一下 那也是相同的 也要去描述出来 你在json当中 在json当中包含的这个数据 都有哪些 也是名字 对应的 那就是类型 还有是否必传 是否必传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明了 接下来再去写 我们要去返回的时候呢 如果是异常情况下 要返回一个error number吧 对吧 咱们要去返回的就是一个 呃 返回的一个就是 这个error number 还有个mserror message 所以呢 error number 对应的类型什么类型呢 实际上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在返回的时候 对应的都是字符传吧 对吧 都是字符传 字符传 然后呢是否必传呢 相当于是 否吧 只有在异常的时候呢 我才会给你传 然后说明信息 这是错误代码 然后呢还有一个error message 这也是一个字符传 我们要返回的这个error message 当中对应的 是这样的信息 然后呢是否必传呢 也是不一定的 也是否 然后呢这是错误说明 错误内容 这是关键的 然后呢那你通常 通常的情况下 在这里面去写返回值的时候呢 也可以给他去提供一个实例 提供一个什么实例呢 就相当于我在他返回的时候呢 如果是异常情况下 返回的是哪样的一个接层字符传呢 咱们就可以在这里去写了 返回的一个接层字符传的话 是这样的一种东西 然后呢里面包含了error number 他所对应的这个值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能给你返回的状态值 是数据库作物 数据库作物是4001 所对应的可能是4001 放到这儿 然后呢还会返回一个error message 吧 那他的值是多少呢 咱们返回这个值 刚才写了 已经是保存图片验证 失败 放到这儿 给他描述这些信息 然后呢这是关于一个基本流程 咱们这里面还少了一个东西 少什么东西呢 还有就是接口名字描述信息 在传入参数之前 还有一个ur 还有一个第四个是请求方式 然后第五个才是传入参数 第六个是返回值 所以在这里还去描述一个东西 描述参数之后 还有对应的请求的那个链接 我是不是得告诉你啊 那链接什么东西呢 咱们写了 相当于前面的域名的东西呢 可以不用写 直接去写应该是API斜线V1.0 再往后走的话 对应的就是 刚才咱们所写的这个imagecode吧 imagecode 然后呢再斜线 我可以在这边加上方块方式描述 这是imagecode id 放到这儿 然后呢再对应的是请求方式 要去描述清楚 那这个东西是以什么方式来访问的 是只能以get的方式来访问吧 所以你把这几个步骤列记完了之后 那你的一个接口文档就写完了 所以呢你在接口文档中 要包含这些东西 要把别人 要让别人能够一看到这个接口 就知道怎么去访问 怎么去处理了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呢你在这里面接口文档也写完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提交代码了 提侧代码 提侧代码 就相当于你把你的代码推上去 然后呢由别人来进行review一下 就相当于是审核一下代码 然后呢进行整合 就去拉到测试那边进行测试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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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